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靖州智州 張成安大人 公元包大人 其他閒閘人等一刻迴避 靖州智州 張成安貪見包大人 為甚麼不派人通知客官 補助營雅呢 一來我們不想麻煩張大人 二來有人想控包大人申訴 所以我們就揭食 以便了解文情 包大人, 你知道申訴何時 本府不清楚 不過方才張大人命羅可盜 只怕我已經被嚇跑了 包大人, 這樣也不難 掃冤之人既然知道包大人 來了荊州 如果他真的有重大的冤情的話 他一定會親自上來衙門 找包大人冥冤 不, 都不無道理 展唯, 我等不如先跟張大人 前去了解案情 然後再返回役館的歇息 是 包大人, 役館簡陋 不如大人就鑄蝶虎牙 保養下官容易打點一切 是 就不必煩惱張大人 本府出巡 一向都市在逆本的歇息 包大人說得對 沒有了個經娘在這裡 覺得總是安靜了 吃東西吧, 這麼多話說 肥薄姬和經娘正回來了 經娘? 她怎麼會和肥薄姬一起回來了 在這裡 阿吉, 為什麼你會現在回來了 找不到包大人 是不是他們不理這件案 我們見到包大人 經娘還準備 把半邊同前相依相迎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那個狗官都要明羅在那兒 帶羅大官來到 還把所有人趕出這個龍鳳客棧 如果當時我們還不走 那個狗官一定會認得我 而那個狗官就是害死我哥哥 這個狗官一出門就明羅在那兒 本眼就判得糊塗糊塗,豈有此理 甚麼是為官之道 其實官官相偉是真的 我看這個包大人也不好到哪兒了 大哥,這次可能你看錯了 我們不如快點上路 好,要不然明天 就趕不去霍街村了 來,快走 包,走 小子,誇張做了嚴囂 不應該有女人和家室的婦女 但是你看,經娘一回來 個個都三萬三 女人真奇怪 女人一向都是這樣,走吧 走吧 張大人,有關陽雲一事 進展如何 回包大人 實不相瞞 客官連日派人追捕陽雲 已經發現了陽雲的蹤跡 可惜在追捕途中被他逃脫了 他屬下回報 他已經逃離本源南下而去 本府民庭,本府民庭 看陽雲在童太縣盤據多時 尚惡到本府一到 他倒被張大人打發了 可能是包大人的聲明 客退陽雲 這兒就只有我和華哥知道了 因為這間屋子是在樹林的中間 所以從來都沒有人來過 所以你們可以放心 那些官兵和月貓 一定找不到來這裡 沒錯,外面鋪滿了經濟 我想沒人會來這裡的 這裡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出門口向東走一會兒 就在一條小瀑布 你們想要水的時候 隨時都可以去那裡拿 還有,如果最後你們都決定留下 在這裡躲避官兵的話 那我可以盡量幫你們去找食物 你們可以放心,想在這裡躲多久就躲多久 回來了,怎麼樣 等著我 洪大哥,我剛才在華人家打探消息 他們好像知道驚羊和我們在一起 曾經派人去搜索那條村子 我恐怕我們運鹽上山的時候 他們會發瘋我們 可是我們的村民 現在有等過我運鹽上山的 不是,你離開了太久了 你知不知道這個狗官 經常把禁賣官兵 給華家村的指令取消了兩個月 可能他的村民 根本不需要我們的私人 我們華家村的人 是靠天食凡的 這兩年有大罕成災 那我的搜尿根本搜不到甚麼獵物 你覺得我們現在 正憑留無良可惜的狀況 師問,他們哪兒來這麼多錢 去買官鹽呢 意思是,根本沒有那麼多錢 去買我們的鹽呢 我媽媽還有些銀器留下的 原本是給我賠價用的 可是我可以拿出來 和你們換鹽的 我知道未必足夠的 但是剩下的那些 我一定會盡量去籌賭的 是呀 好了…我們反正都來到這裡了 不送就送到這裡了 況且我看經娘也不是騙我們 是呀,他當我們行善蹟伏 收到多少就多少了吧 沒錯,反正我們也幫了這麼多人 不會再幫經娘了 是不是 是呀… 況且經娘也跟我們說過 這條村子很耽誠 這條村子很耽誠的 我們怎麼能見死不救呢 不是,好吧 我說一句話而已 怎麼這麼緊張呢 我又沒說不幫經娘,好 大家無謂爭辯 無論如何也好 鹽我們一定要運到上霍家村 但是為了逃給官兵的追捕 好,明天我就會親自 和經娘混鹽上山 你們各位就留在這裡 順便可以打探一下附近的地形 說不定我們要到這裡 直到包蛋離開去 大人,是不是還在這裡 思索張之州之言 大人,卑職和張樂園查問的百姓 張之州所言,此非屬身 張之州仍然派人 查探陽雲的下落 又是陽雲真的已經離境了 張之州這麼做 不是多此一舉 莫非他不想我們在此停留 好 沒錯,當他聽說 有人向大人伸冤之時 神情暗畏 看來他必定是有事隱瞞 看來張之州對陽雲一事十分緊張 他好像有意義 要將我們引來此地 真無謂 大人 明天你帶他們四個 前往各處查探陽雲的下落 同時特別注意張之州的動作 順道看下他的正職 是呀,大人 非職想先行後退 包大人 儀館設備簡陋 如果有甚麼需要 請通知客官代為安排 是呀,張大人請放心 若真有不便之處 本府才會居實相告 方才張龍召府 在史達之上聽聞 那陽雲並未離境 張大人 不知是陽雲南下的消息 張大人是又何而來 回大人 此禮屬下回報 下官現在立刻去 證明真相 儘速回報 張大人 不必退 如今天色已瞞 明天災如霍運 非職知道 下官先行告退 是 看來這個包黑子 哪有這麼容易離開這裡 現在表舅府又未到 你說怎麼辦 趙大人從京城來 最快要半個月時間 大人以卑職所見 大人還是先想辦法 騙走包大人 方為常策 誰不知娘是女人 你知不知道 包黑子的心勢如塵 我們沒那麼容易騙過她 我們一定要先這個包黑子 找到陽雲 然後殺了她 讓她沒有藉口再留在這裡 然後再嚴刑敲文霍經樑 有關銀礦一事前 進來 大人, 急召悲職 有何要事 我叫你搜捕陽雲已經半個月 有甚麼頭緒 回大人, 卑職已經搜遍了全城 但也找不到陽雲一群人不等 那光明嶺上有沒有去搜局 回大人, 卑職已經把整條村 仔細查過幾次 同時也迫問過所有村民 都發現不到他們的蹤影 霍經樑和陽雲既然一路 本官就不相信村民連他們半點消息也沒有 唐寶頭 是 你明天再帶人 去查個水落石出來 非職遵命 到這裡, 就到霍家村了 心急到你那個樣子, 整頭大汗 我們坐著休息一下 好 好 這裡 要不是因為旱年 在這個時候 茶花應該已經開滿整個山頭了 這些蜜蜂和蝴蝶 都會真相飛來採花蜜 以前我經常替我大哥打蜂蜜 一天就可以幾十桶了 而每一次 我媽媽都會拿幾桶去養蜜酒 蜜酒又香又甜 真是沒人 待會兒去到我家之後 我拿些給你試試看 我保證你試完之後 一定會不捨得離開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逃過 官兵和展大哥的緝蜜 我們要回洪州 繼續我們的私業買賣 你真的從來沒想過 要安定下來 安定 身為這個貪官污吏 惡霸橫行的年代 要安定簡直是一種妄想 更何況 我和我的兄弟 已經成為陰法 這個世上 我們根本就再沒有立足之地 我們要生存 就只有繼續做嚴竅 直到被人抓到 處死為止 快點 快點到霍家村 大家要守得自小 知道嗎 知道 知道 我們躲一躲 等我們守完村之後 再把鹽再運進去 為了節省時間 你們幾個 守村, 其餘的跟我們來 是… 走… 你們聽著 我們這次是奉了張大人之命 連一隻狗也不准放過 我們守 我引開牠們 走去上面看看 楊魂代賜 這就是楊魂, 走 靈魂代賜 靈魂代賜 追 走 走 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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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楊大哥 我的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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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魂, 別想我 你別這麼難過 花公 你為了這些鹽死了 我媽媽 那天村裡面的老人家 就是為了節省這些鹽 讓我們年輕一輩 可以生存下去 我放在自己的心裡 如今全孫數十天 全部都讓我拿這些鹽去救命的 但是 但是我的鹽 我的鹽全部沒有了 全部沒有了 不要 靈魂, 你瘋了 你不可以死 如果你死了 又有誰出去救你的村民 我不死, 難道又能救他們嗎 現在的鹽 已經沒事了 我這裡 根本就沒有了我可以走 想不到 我們所走的路 到最後 原來都是一樣 不是一樣的 你清醒一點好不好 我們是不會死的 我們這麼多次 都可以徒告官兵的罪名 大難不成 上天不會這麼容易讓我們死 我去死 我去死 敬明, 你聽說 無論如何 楊大哥也一定會帶你回去 你忘了嗎? 你埋埋養的蜜酒 我還不明白 我怎麼可以死 我不死 你休想先我而去 楊大哥 大哥 大哥 你怎麼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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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雲那幫人都不知道非天還是遁地 我們一眨眼就不見他們一群人了 本府現在說你不懂非天遁地 你們幾十人抓兩個人都抓不到 正式飯桶來 大人, 楊雲那些武功實在很厲害 我不管他怎麼厲害 你們立刻帶人去抓他們回來 要不然巴克子不肯走 大人, 誰叫巴克子 胡雲章, 你不用管那麼多 現在本府立刻命令你 立刻帶人去抓他們回來歸外 大人, 我們剛從那裡回來 那你去不去? 去… 去… 大人, 以卑職所見 大人正好趁楊雲、霍經梁 在光明嶺上出現 這個這麼好的機會 我們要把整條村的村民 抓… 全數抓回來 沒錯, 到時候了 大人就可以藉口說他窩床陰返 大人最大滔天 然後我就敲問村民 關於銀礦的事 好主意… 人來 馬上追堂浩頭回來 知道… 只要嚴刑逼供 到時候我不怕他們不肯招應 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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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奔 老奔 好主意 好主意 你一定猜不到, 是不是 大人, 急著要逼職回來 可有其他要事? 頭部頭, 你立即秘密帶人去霍家村 逮捕所有村民 還在黎明之前一個不留 把他們抓去南山的碉堡那裡 你們明白嗎? 逼職不是很明白 為甚麼? 我說在黎明之前 秘密把霍家村所有的村民 混在南山的碉堡那裡 這樣也不明白嗎? 秘密也…也不太清楚 你不需要明白 你要絕本府的命令去做就行了 是, 秘密知道 靖, 先吃點東西 楊大哥, 我想你也不明白 為甚麼我們這麼高下跌, 也不會跌死的 你看不到那棵松樹嗎? 要不是因為它, 我想我們會跌死了 是松樹? 那豈不是 那豈不是 松霖娘娘答應給我們 生生世世世在一起嗎? 楊大哥, 我給你聽一個故事吧 那豈不是, 我想要求你嗎? 我看見你, 我想要求你, 我想要求你 我看見你, 我想要求你 我看見你, 我想要求你 你不要拆散她們 但是日子一年一年過去 大明神始終沒有理會過 她們的哀求 於是從來娘就受性不眠不憂 不慶不渴地站在山邊呆倒 她的癡心終於打動了大明神 就是一個風雨交交的晚上 在山上, 大明神現身, 告訴她 她的相公其實早就已經 掉到深谷, 死了 大明神勸她, 回去吧 不要再等了, 但是從來娘拒絕 她說, 失去了相公的自己 也已經失去了生存的意義 她還求大明神 把她化成一棵 生在山邊的松樹 讓她能看顧著那些有情人 別再重託她的福祉了 她希望天下所有的有情人 都能夠生生生生在一起 楊大哥, 你也很累了 真的很累 那你還有事一下 楊大哥 說不定, 從來娘會報夢給你 告訴你, 怎麼才能離開這裡呢 我真的不想離開 楊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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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美有十一遠 這間關卡卡住你 我這麼不想離開 武林, 立法健哥俠 走不動也要走 走啊, 回去如果不老是 供出陽環和霍京娘的下落 我們大人不知道 會困你多久的了 警察大哥, 我們實在走不動 走不動也要走 警察大哥, 我們整村都玩了大鏡頭 希望我們可以體力 別說太多了, 帶回去走 走… 剛才松娘娘, 是不是把夢給你? 沒有 那你笑甚麼? 我發了夢了 發夢?你剛才笑得這麼開心 一定是一個很好的夢 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閉嘴, 怎麼都不記得你? 相信你之旗 京娘,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的 我昨天摘山的時候 我發現你原來不是那麼斜 我們應該去爬出去 楊大哥, 那些是甚麼? 難道是莫莫人府? 我知道了 楊大哥, 原來全是真的 我們那個命令真是有銀礦 楊大哥 媽媽, 爺爺所相信的事 原來是真的 我們那個命令真是有銀礦在這裡 那以後我們伯家村 就不用再埋傲了 更不用怕, 買不起點了 媽媽, 這次我們伯家村 真是有救了 楊大哥, 楊大哥 楊大哥 你放心吧, 無論如何 我們都一定可以回床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楊叔叔, 楊叔, 楊叔 楊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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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叔 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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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 對一讓最佬也沒辦法了 四嬸, 你 ж撐緊 四嬸…四嬸, 你捱著 四嬸, 四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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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嬸, 貶死你們了 四嬸, 請坐下 四嬸, 你們請坐 ED 四嬸, 你沒站�op 四嬸, answers 四嬸, 怎麼停在這裡 SP пожалуйста… 我就回家快一點, 別是的 她暈了 暈了 快起來 四嬸 你還沒必備侵, 我就來 四嬸, 快好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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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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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 經娘, 幸好你的山坡不是太邪 我們稍後借著這些木莊就可以爬上去 如果你害怕的話, 我就爬上去 之後我再用繩子把你上去 不用了, 只要可以在楊大哥的身邊 我甚麼都不怕 甚麼 楊大哥, 既然我們現在 已經發現了銀礦 那出去之後, 你就不要再做嚴囂了 可是靖光明明暗大 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找到藏身之鎖 我們出去再說 然後什麼, 你會不會有陰的 但你會不會有陰的 跟陰哥最想說 真的, 你是要有陰哥 快去看 下去 還有一下 你再對 跟陰哥 甚麼 你 阿嬤說得對的 有很多事都是焉紙非福 不知為甚麼 我突然很想喝蜜酒 走吧 我想我大嫂見到我 一定會很開心 是嗎 大嫂, 聖燈, 我回來了 大嫂 你走開我 一個人都沒有 一定是有狗狗, 一定是狗狗抓了他們 我要去救他們 阿嬤, 我們回去和阿嬤去商量 不行, 我狗狗狗在折磨他們 阿嬤, 難道你不知道 甚麼是小不肯爭虐大人 沒有阿嬤和阿吉就憑你和我 可以做甚麼 阿嬤 阿嬤 陸師爺, 這裡的氣味 真是非常難聞 大人, 這裡密不透風 加上盧禁了這麼多村民 有甚麼辦法 不行, 本官你先回府 陸師爺, 你留在這裡逼問他們 阿嬤 阿嬤, 不太好 為甚麼 是這樣的, 事關銀礦這麼大的事情 卑職恐怕擔當不起 你怕他們不肯招嗎 不是, 沒有大人的威勢 他們那些村民不太容易招供 陸師爺, 他們不肯招 你就打到他們的招為止 你是師爺 你應該想到辦法 怎麼逼他們供出銀礦所在 要不然我要你來做甚麼 是, 單人 你帶兩個衙差一起去 如果他們不肯招, 嚴刑逼問 有甚麼消息, 回來報告的官司 是, 卑職之道 卑職之道 那豈不是要我出面子 沒有, 我看有多少好處 來, 走過去 走過去 張大人聽聞你們霍家說 最近發現了銀礦 好 張大人叫我告訴你們 私吞銀礦, 罪可之俗 兵王, 兵王 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你們想有命走出去的 就把銀礦的地方供出來 如果不招供的話 你們就自討呼氣 大人 是, 銀礦之言只不過是傳言 是啊, 大人 我們霍家村所有的人 都窮到三餐不計, 衣不必體 如果真的發現銀礦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過苦日子 請大人你明察 是啊, 我們根本還沒聽過 甚麼銀礦 是 你們還想頂賴嗎 進來 是 叫他出去勇氣 大人 你不要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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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師父, 師父 你不要開恩 大人, 師父 師父, 師父 你不要開恩 這條是一條瀑布 他從山上流向山腳 山腳非常險 我想那些官兵 沒辦法從這裡攻上來 而這一邊, 情況跟這一邊差不多 雖然他沒有瀑布 但是有一個圓崖在這裡 這個山谷全部都是叢林 如果那些官兵從這裡攻上來的話 雖然我們察覺不到 但是相信他們也挺辛苦 如果照這樣看 那些官兵如果來找我們 都要經我們來那條路 楊大哥, 他們回來了 楊大哥 楊大哥… 楊大哥… 大家一起來 楊羊, 你幹甚麼? 你幹甚麼哭 幹甚麼, 楊羊 坐下 坐下再說 坐下再說 甚麼事 那九姑莊天村民全都捉了 楊羊上我們去救那些村民 為甚麼會這樣 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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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連他也不放過 你這麼瘋了 我們運營上山的時候 遇到官兵了 他們抓不到我們 就把出民都拿出來 雖然是這樣 但是我們一群兄弟 都不能做到甚麼 如果要我們跟官兵鬥的話 就是要我們去送死 還有, 大哥 你要記住, 我們做嚴囂的 都是為了求財 對, 最好不要多一本閒事 二哥, 你們是不是要錢 如果是的話, 我會有的 同江剛和余大哥 發現了相傳的銀礦 銀礦 如果你們願意幫我 那我就把銀礦的十分之一 送給你們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銀礦 就算沒有這些村民 就算有銀礦, 也沒用 大哥 就算有人有銀礦 但是這樣做法會很冒險 沒錯, 阿健說得對 我們這群做賣賣家的 原本就不應該太多管閒事 更不應該故意跟官兵做到 但是現在是人家有錢 人家有錢 我一直看見你們所有的銀礦 買還是不買, 買還是不買 全部都是由我作主 你們之所以這麼信任我讓我來 就是因為我們兄弟之間的意志 兄弟, 現在京樑家鄉有難 我們就知道大家對京樑有一份 深厚的情意在這裡 這宗教練到底做不做 你們自己決定 這宗教練 進去 楊大哥 我命是不值錢的 我願意為京樑付出這份情意 肥婆家, 你的命是不值錢的 如果我們得到那個銀礦的十分之一 那時候, 我們的命就經貴得多了 沒錯,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找個世外桃源 來到那個大爺的生活 是不是?張二哥 我們做嚴囂的為甚麼? 求財嘛 如果現在有個這麼好的機會給我們 我們也不會去試試 我們怎麼對得起這條基聯盟呢 沒錯… 好, 既然大家同意的 我一定贊成 不過我從來都不相信敵人 如果要救村民, 一定要從長計 那現在我們首先要做的 就是打斷一下那個九官 究竟把那些村民找到哪兒 然後我們就想辦法 把他們全部救出來 好…事不宜遲 大哥, 我們一起上門 吳大哥 這個張子周真是混帳 怪不得他經常找人陪著我們 一定是怕我見到老百姓 知道他有劣行 幸好我們兄弟擺脫了所有人差 否則也聽不到那些文情 回去見到大人 一定要詳細地告訴他 柯人不知道在幹甚麼 過去看看 這位兄弟, 你看得怎麼樣 小兄弟, 小兄弟 小兄弟, 小兄弟 憋法不會 本宗間 事悲心案要人辦 逐流潞污 理青段緩慢 決意為邪正本界限 我憑常患 報應不慢 背負天亡 覆蓋人間 熱腸冷面 我心疤難 為了公理 竟我絕間 不論共情義 相悔已行 我勸要將 掌握 我憑常患 掌握 我憑常患 掌握 我憑常患 掌握